那个夺取了数十种超能力的塞拉 此刻却被普通人按在地上暴打 明明拥有无数种超能力的他 动动手指就能将眼镜男弄死 可此时他的超能力却突然消失了 不仅没能将眼镜男杀死 反倒被对方按住脑袋一顿猛砸 就连右手也被折断 眼看塞拉就要被眼镜男杀死 店女连忙拿起手枪偷袭 但这一幕刚好被克莱尔看了 危机时刻她帮眼镜男挡住了子弹 没想到大一下导致女儿被子弹击中 暴怒的眼镜男直接一棍子将店女抽死过去 随后连忙抱起晕死的女儿前去抢救 而这时变成麻花的塞拉还试图拿枪阻止 但最终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眼镜男离开 可明明自己女儿拥有不死之身 为什么这次却没能恢复伤口 回想起刚才塞拉也没能释放超能力 难不成所有超能者的能力都消失了吗 来不及多想 当务之急是处理克莱尔的伤法 虽然子弹没有射中要害 眼镜男也以为处理完就无大碍 但没想着小小的伤口却直接要了克莱尔的命 就当眼镜男前去杀掉塞拉替女儿报仇时 克莱尔的伤口却突然大出血 性命垂危 见状母亲连忙将她送到了医院 可刚中枪的伤口怎么可能导致全身感染 医生连忙让母亲如是说出中枪时间 一瞬间母亲愣住 拥有不死之身的克莱尔确实从未生病